今天的視頻我們將會講解如何更改仙劍奇俠傳7的介面和字幕語言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剛買了PS5版本沒多久就遇到這個問題 我在網上搜尋解決辦法 但是網上只有PC版的解決方法 PC版基本上跟我的PS5一樣 進入遊戲後可能變成其他的語言或介面字幕 而且介面選單沒有更改語言的選擇 讓大家很傻眼 PC版的話 網上說需要把EXE執行檔複製出捷徑 然後在屬性裡面加上 -culture equal to vh 記得在EXE後面是有個空格的 這樣執行就會是中文語言介面和字幕了 我的是PS5沒法用這個方法 不過就PC的方法我覺得這就是更改系統的語言 所以我到這系統裡 把PS5主機的系統改成中文 然後再進入遊戲 這樣問題就解決啦 如果您覺得視頻有幫助請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希望視頻對大家有幫助 非常感謝視頻掰掰 謝謝收看